国语有生善书 圣唐善书 达摩旨玄宝禄 主著先佛为达摩祖师与诸天神圣 地念午餐 门生问道路 时 达摩祖师将 师曰 新帝临山谷稻草 虽无形相义风光 诚心礼拜生千佛 默默修身放妙香 圣世 中日焚香 不知身世道场 朝夕朝拜 为何不敬爹娘 说他至诚 问道心处 一片迷茫 道他大笑 论起父母 几人奉养 流浪的孩儿 大家摸摸两心 不要摆千万劫 让流水黄土埋没了你的天良 丹经有位千转白牛则利矣 及道家所谓张国老道骑驴 是何意思 修道者常患梦夷之病 以此方法可遇 如何练法 张国老道骑驴 是一种逆行法 人知精气外泄 为顺水推舟 真气容易流失 精彩逆水行舟法 千转白牛 白牛则精益之色 银杏如蛮牛乱闯 终至精疲力卷 牛倒而被宰割了 经将此牛喂草 人吃素 欲念自淡 可减少浴火冲动 再将牛迁入牛愁 逆行归巢 可安居守静 及气由丹田下降而回升尾急 预诊 归于灵台 亦约老水还巢 再者 夜睡侧睡 一角烧弯曲 均可避免梦遗 五戒中有酒 素食者治病时 有些药物虚于酒间主 如此是否破戒 冬天时 因身体虚寒 可否饮补药酒 治病时 如中药虚和酒间主 与饮酒破戒不同 应无可厚非 身体虚弱 冬天喝补酒 并无大碍 但适可而止 不可治罪 或成习惯 并遇及当戒指 备注 心头者不能喝酒 金刚精云 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知何解 佛虽有三十二种圆满法相 令人见面清净 但自信本空极 一向上不可得 至涅槃时一切皆不取 故说 即是非相 世人不可认此形象为佛 自信佛本无形象 名号 如来只是假是 全以视线来是 以教化众生 须名三十二相而已 故云 真佛无形 真道无体 真性无相 是之好观神佛显象者可以修以 曾建一道场 以色来考道 言此乃上天的意思 如不接受 将受淘汰 是否真有此事 神圣道场 出现色魔 还扬称系神佛的意旨 如不接受 将被留极 此乃胡说也 三教圣人 世人以道德 戒律 三归五戒 无非要人断邪淫 归清净 若有戒道骗人 戒神或人 将受严厉之天谴 修道若无智慧 听信狂言 自愿受骗 才是真正被淘汰 留极生 稀释人名便知 父母先世已久 问神说已转生 如此无人的公果 能否让已转生的父母受益 父母 祖先若已投胎转世 后代子孙为其立公果 回合给他 转世之仙人经见皆回转 仍然能够得到帮助 可助其消前世之业障 因仙人虽已转世 其功过仍卷存地府 子孙为其立公德 可助其消罪业 时已转世之仙人 减轻罪业 得到更好人生 更深进一步论 虽然格世 转世 不论天堂 地狱 人间 一点诚意 经诚所致 经事为开 此念力可以超越空间 时间 互为感应收受的 皈依三宝 修净土 亦受点传 是否有妨碍一门深入之指 你知三种皈依 可称为三皈依 皈依三宝 学佛知佛法 前修净土 念佛净无心 接受点传破诸障 亦理贯通原来意 三门皈依为此心 与此原通就其深入处 了解各中意 无碍也 般若心经经文有 无无名 亦无无名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为何意 请祖师浅示 一 无无名 第一个无字可解释为没有 无名即对注释 出世兼知真理无所明白 任性妄为 贪欲横生 称念不停 致失去原为光明本性 致无名昏暗 无无名即没有无名之病 二 亦无无名静 更上一成言之 忍之修行 不可执着于我没有无名之病 即我已没有恶行 连此功德 自满之心去静 才是真正无无名 三 乃至无老死 既把无无名全部静静 则诸缘不至 生死可断 故曰 无老死 四 亦无老死静 虽无老死 尚有我在 故把无老死去静 而正无涅槃 因生死 涅槃本为对立 皆同幻化 既无生死 何来涅槃 然生死涅槃虽无 而般若至兆不无 因此修者说有说空 莫执有空方式 所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难道与宙间有道就一定有魔 有善就一定有恶 有正的一面 就有反的一面吗 道魔 善恶 正反是一体两面 此为一种相对论 犹如有高就有低 有长必有短 有生必有灭一样 但有不生不灭之道 却无不生不灭之理 此乃里所必然 无可避免 因人心善变 未能安于一 故生二 二极阴阳 世间由此两极景象 才能显出道 善 正的一面 否则全部是道 则不言它为道 全部是善 则不言它为善 若此则世界将是青衣色 无法显出生机 俗云 恶马恶人习 有了病魔痛苦 坏人作恶 方能得到报应 世人带来了疾病 以及生老病死等苦 方之修道之可贵 故魔有时意见 皆为成道之助力 所谓无魔不成道也 然魔高一丈与道高一尺是相等的 只是魔要一丈高 才比得道一尺 故善恶虽一 又有不同 生死势大 玄观一窍玄之又玄 请问玄观一窍与人生死有何关系 又何谓观自在菩萨 玄观为道家与 佛则曰灵山 祭曰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人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故知玄观正门户 生死由此出 然三界为心事 要轮回 由此心所作 要脱离轮回 亦由此心作主 故名师指你生死翘 原来此官翘无形无相 乃是无人之心翘也 若能无私欲 则无隐蔽茅塞 自然开通顺利 率心而行之 三界内外 随心所欲 逍遥自在也 有多少人 突然口说 心未体形 观其外相 或像是悟道形影 查其内景 却是不堪闻问 此如何了脱生死 再点一百次意识枉然也 故达摩西来 不传别个 经书已是满天飞 就只传个新字 只要是人物得我心印 会了我心法 包你与我同游 超脱自在也 现今修道者对玄关一窍甚为重视 明师一指 当要顿悟 这一点乃要你放下一切 回光返照 返闻自信 认识自己 看清生死关头 不再依旁门左道 不再心性外放 不再左右不定 狂信一些 菩提自显 了物极此 我是佛 佛是我 直指人心 不离此法 若一指点后 仍然迷迷糊糊 不知所以然 正如边加木马 白费心机了 观自在菩萨 即内观 内闻你那位自在善萨 灵灵明明之自信也 又以菩萨戒论 所谓观自在菩萨 需具备八种自在功德 一 能是一身以为多身 二 能以一身满大千戒 三 能是大身轻举远道 四 能献无量种类常居一土 五 能因观至增名而诸根户用 六 能得一切法如无法想 七 能说一记之精益无量节 八 能身偏诸杀犹如虚空 总之观自在即不应外境而动内心 亦可言为自在菩萨在我心 千变万化不动心 观之自在无惶恐 自得菩萨一样心 世人修行是否有味精止玄 却能自己点破者 放肆大 莫把桌 此巨臭皮囊即已成空 所谓观俏 点俏 更是妙不可得 是知修行者 切莫再认错了主人翁 无举一禅宗公案 且让是人身知 一位徒弟问禅师道 自信在何处 禅师不答 只在地上画个圆圈 中间一点 约自物之 此位徒弟当下会得此意 寇谢而退 指玄 点玄 这只是指点 提示而已 道是借此参悟透彻得来的 因此 无约 玄观是参破悟破的 只是事 点是指 只是各种奥妙 点到为止 若不参悟 时无所得 点玄者众 不知如何令其开悟 点玄可曰 点画 故指点名录后 要从画去秉性着手 改变气质 研究三教经典 学得无执功夫 调和宗教 度化众生 扫去门户观念 如此看开 扫开才能悟道 何道 才算大胜心法 否则等于观谜 不算开悟 无有计约 明师亦指点玄观 悟了生前业障完 若是痴迷泥色相 依然梦里嫁云端 六 种植无极圆灵树 在五庙明正堂种植圆灵树 除了先佛可施肥 无极水来就近照顾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好 这种待遇 只有无极先佛才有的待遇 一般我们圆灵树会随着 我们业障多寡而在不同处 随着业障而受侵害 种植圆灵树只需 每年五千元台币整 若种植累计六年 或一次性缴交五年份之费用 即可生前住籍无极正道院 可永托轮回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致拱衡堂与五庙明正堂之书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欺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助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书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助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助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助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助级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级老母从无级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级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助级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助级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助级往生弥勒净土 助级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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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 拿谋弥勒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拿 diversit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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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